- 下期的工作也沒有了 - 哈囉,我是Amy - 哈囉,我是Li - 我們是Amya戴Li 今天來講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 - 嚴肅 - 嚴肅,然後充滿數字的話題就是 - 前年 - 我看咧 - 年收 - 敏感商店是真的厲害 - 因為他們平均有 - 最低的是住友,平均1300萬 - 最高的是山林,平均1500萬 - 工程師的話,其實就是 - 日系工程師很低 - 但是外商就跟國外是差不多 - 所以你如果是工程師,你就留在台灣吧 好那我再看年收高跟年收低的 就是我們圖表 第一名就是每年都纏連啊 可是這個他們有在做新竹嗎 他們沒有在做新竹啊 而且他們就是 因為你知道一般的資本業 他是不會上場的 所以才會只有他 對啊因為 他一般的就是大家都分掉誰要上市 他為什麼會上市啊 我覺得他因為他有管理的成分在裡面 就是M&A然後又有管理的成分在裡面 對啊 可是他其實上市他還是拿很爽啊 不上場的公司有很多好公司 他們會試在一千五以上 就是因為不會有人跟你分 對就是你不用花股貴給股公嘛 所以那個啊 管固業也是不是這樣 所以管固業的partner 為什麼可以拿這麼多錢 就是因為 公司賺的他就直接 就是搭平均這樣 所以才可以拿到六十千萬 我覺得其實這裡面 唯一值得說的就是Kiennes 因為他身為一個M&A 這樣可以給得到這麼高 他做什麼大堂啊 他是做那種就是 Camping的檢測儀器 就是 因為你如果一般來 就是檢測有沒有瑕疵的時候 人力很高 所以他是做那種 精細的那種檢測儀器 但是就是非常的潮 所以他會就是很有名 然後他們的平均你看 39歲啊 就是做不到做不久 欸真的35好低喔 他們大概就是12年到15年就會辭職 因為我剛說就是物產他們 就上次其實也都超過40 對啊 就應該都是做到 他們就是做不下去 就是太潮了 所以真的是 是49歲的HakanaTaz 所以49歲之前就要離職了 哇而且TEDEV Talk 我的平均年於47歲 Felik是健身宴啊 可是為什麼健商只有他進來 他不是健商 喔他是不動產開發喔 他對他是那個怎麼講 就是策劃的那種 策劃就是買地然後包健 對就不是他自己蓋 但就是可能 爆肝這樣 健商就 肌肉跟 沒有 沒有 大概在 喔對建商 對然後野村holding 他們就比較 稍微年輕一點 所以他就是其實這個 已經不能算是野村全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欸我反正就是帶來 日本的年收高的企業吧 然後最低的 最低的真的很可怕 最低的是什麼東西 226萬欸 他是一個那個啊 就是警備公司 對啊 可是這些我都看了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警統屋 警統屋就是百貨啊 然後還有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沙比斯牛 所以他們的沙比斯牛 真的好慘喔 就零售識別 可是我覺得你這些公司 你根本就不需要請社員 你應該直接 拜多就好了吧 他應該就是 又是拜多又是社員 我只要是拜多 我只要是拜多 就算警統屋 竟然有600多人 好多喔 可是我真的覺得 怎麼會低到這麼不可思議啊 200多萬欸 我去打個公還 欸最低的人是做什麼的啊 喔你剛剛說警備 對啊這警備公司啊 就是KB 你蓋一下 是不是很戰利 可是你看 但可能是在全國都有 然後有一些地方的生活水準比較低 但也太低了吧 就是大約呢 其實在東京一個月會花到18萬 而且這還是 他的房租是怎樣 他房租算一個月5萬 可是我們來看喔 我們來看下一個圖 就是這個圖呢 就可以看到各區的房租 最便宜的是 葛市區 一個月平均要6萬塊 一個人住用的 租人的房子 小套房 然後最低的是 葛市區的月是6萬塊 所以他甚至 就是5萬是低於平均的 而且你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的東京的區域裡面 還低於平均 那代表什麼5萬塊 是那種比較老舊的 然後 然後 對就是你上廁所是要跟其他人一起用 然後洗澡也是跟其他人 然後洗澡 可能就沒有 洗澡人家去找他 嗯嗯 就是衛浴沒有 只有廁所 然後廁所還上公廁那種感覺 對 而且 你在看這個圖喔 比較貴的就是 就是 第一名港區嘛 然後第二名千代田 第三名中央 第四名社群區 這邊都是房子很少 然後第五名是暮黑區這樣子 嗯嗯嗯嗯 這邊的平均房子就一個套房就 港區是平均12萬 差不多了 對 如果你真的要住低於平均的 呃 就是那個區裡面低於平均的房子的話 你就要必須比如說要來住很老 要不然就是住很遠 四田谷然後不要算六的話 四田谷 四田谷 那四田谷的話就是平均要八萬嗎 有超過對不對 當然有超過啊 對不對 不可能八萬 但是沒有超過很多 因為那個那個是一開始 學生的時候住 所以就很小 哇 你很那個欸 你好堅忍不拔喔 對阿 我是到後來就搬到一比十去之後才 就花枝燒的 沒有就覺得算了 我不要在那裡了 就花枝燒的 就花枝燒的 沒有就覺得算了 就花枝燒的 其實也不會不好 但就是你住過大的 你就不會想要回去小的啦 對對對 因為其實也沒多大 就東京房子都很小 就真的小的就小到不行 沒錯 然後欸 那四田谷之後去的澀谷跟港區都 然後加租金是多少 AP10就12萬啊 嗯嗯嗯 広 広就是也是玩LDK 就比較貴 18萬吧 還19萬萬 那間蠻大的 因為我有去過 對阿 我現在這間就蠻多 我現在這間是24 可是因為是 可是你今天比較大啊 我這間三房啊 然後又是頂樓嘛 對啊 然後又有兩個人 因為我是穩金嘛 所以還是比穩金的那個 平均超了蠻多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知道房租是一股 蠻大的付出欸 然後水到光熱 就是所謂的水電費 水電瓦斯 水電瓦斯 水電瓦斯一萬一 一萬一其實 已經要很省了 我覺得瓦斯費很貴 我們家是電費比較貴 喔真的喔 你們家是怎樣 為什麼會有瓦斯費 喔沒有因為我們家不開 暖氣我們家開地板 喔因為地 地板暖氣 對就是它在地板下 買管線 然後會有 就是熱水在那邊 那個很舒服 那個不會乾燥 對對對 但那個 對但那個就是很好 瓦斯費 欸你可以去多少錢 瓦斯費嗎 瓦斯費大概快要一萬塊 哇 那真的就是有差 因為我們大概 像我們這種沒有在做菜 然後只有頂多就是燒那個 洗澡水 燒洗澡水 才會用到瓦斯費的時候 大概就五千 嗯差不多 但如果你有 夏天大概就五千 對但像我們家也是蠻大嘛 然後有三台冷暖氣 然後像今天也是 明明就沒有很冷 但還是開暖氣 你們電費大概多少 你們電費一萬二到一萬五萬 那就是你們就是電費比較多 我們電費就差不多六七千塊 瓦斯費也是啊 你今天雖然說了四萬 可是日本人有交際命酬啊 他這個應該是 這個就是每天自己煮 然後自己 然後也不能喝什麼啤酒 對對對 然後帶便 然後有點像妳有三餐欸 我常常三餐就一萬了 我知道 因為我會在Wooverice亂點 我知道 欸妳為什麼都知道 妳好煩喔 因為Wooverice的平均價格大概就是 三到四千塊吧 所以妳如果點了兩次就差不多 對還好一天一餐了 可是因為我還有幫我男朋友店 東京的交通費很貴 就是而且他的這個應該是說 妳平常上班的交通費是公司幫妳出的 所以這是自信出去玩的時候的交通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假如今天有一個公司跟你說 欸我每個月給妳台幣六萬 可能二十萬 但妳其實 妳住一個非常爛的五萬塊的套房喔 妳還是一個月可能會花到十八萬的話 根本就存不到錢 而且甚至還會吃透支 對阿 非常有可能要透支 對阿 她就是錢不夠用 對阿 妳像她假如說妳又 妳說妳是男生好 然後妳要去一個賣錢 一個月也要花五千塊 什麼的 人靈靈多 真的是會要妳的命欸 所以 就確實是 有一些很那個想不到的 支出在這個生活裡面 所以他們就我們在日據上都會看到就是 爸爸要拿零用錢 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個人工作 然後媽媽是家庭主婦 他賺完以後就每個月的錢 就直接進到家裡面的戶頭 真的和他人家裡有不滿意 都沒有 iete樓盤 他很喜歡 客人 所以來家裡是家庭主婦 我們會來 без孩子的 我已經有不滿意 有不滿意 我會回到家庭主婦 我會把錢庭主婦